关兄 保重 怎么了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 就此别过了 后悔 这清风剑派的掌门人 乃是一只快成精的老狐狸 怎么狐狸窝却养出了个大兔子 活得长了 什么袭击事见不到 就好比某些人啊 对自己人冷若冰霜 不苟言笑 对刚认识的名门少侠嘛 就和颜悦色 如暮春风 我知道 你是想借着大兔子打听 你那便宜徒弟在岳阳城的音讯 我见着那小子 对着阿湘冒傻气我就来气 你放心 我已叫阿湘将计就计 设法跟着他混进岳阳派 就近替你看着你那傻徒弟 怎么样 周不周到 你出卖阿湘的色相就是了 横竖女大不中流 流来流去 流成仇 无耻 还不是为了你们这对没良心的师徒啊 我怎么觉得 温兄的真正目的 并不在此 你不知道吧 我之所以得名 叫温大善人 因为我若数日不行善积德啊 就会浑身难受 时间长了更是会得病 所以啊 我云游四海 寻些善事来做 这么说 温兄是在行善积德 地狱不空 誓不成佛 可是现在岳阳城内 到处都是名门正派 英雄豪杰 温兄上哪儿去度地狱众生啊 有光的地方就有暗 最凶最利的鬼 往往披着人皮 隐藏在茫茫人海之中 我来到此地 就是为了揭穿他们的画皮 让他们灰飞烟灭 阿絮 你说这算不算行善积德 想不到啊 温兄还真是一个除魔未盗的 正人君子 还好还好 全靠同行衬托 温兄 保重 怎么了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 就此别过了 后悔 你去哪儿 我跟着你一起去 温兄不是还要除魔未盗 度地狱众生吗 地狱众生乐在其中这么多年 也不差这一时半刻 那我就不明白了 温兄为何一直跟着我呢 你不是也让我一直跟着吗 做人讲究的是随心所欲 哪儿来那么多问题 那我问你 你又为何一直跟着成岭 是啊 是我拘泥了 我知道你是担心成岭在五湖盟的境遇 我这不是派了阿湘去跟着了吗 这群老狐狸啊 成了精 没那么快露出狐狸尾巴的 我担心的不只是五湖盟 现在江湖中有多股势力盯着成岭 刚才我和殿小儿攀谈 问他有没有见到过不守规矩的武者 他说还真有威逼 像官府的人出现在城外 这天还亮着 何人在放天灯啊 天窗要在此地部署行动 想官府的人 便是天窗 我先去岳阳派看看 主人 主人 还好你没有走远 丫头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碍事 你直接说 我混进岳阳派了 好丫头 傻小子怎么样 我这不来给你报集训吗 那个高崇说要带那个傻小子 去祭拜什么五湖监 我就搞不明白了 这天都快黑了 还有什么可祭拜的呀 大晚上呢 你先回去